Hello,大家好,我是labgirls之一,我又上线了,一个可以用PPT化一切的女子。 自从上一期如何用PPT化一颗球播出之后,labgirls的后台就一直被PPT所支配着。 从去年5月3号开始到今年,2020年3月29号,我们打开后台,还是个微言清一色的PPT,感觉我们都不叫labgirls,我们叫PPT。 而且有时候有一些新认识的朋友跟我们聊天,就会说,你们是那个PPT,对吧? 对,我叫李PPT,所以我又来了PPT的亲女儿,那我们来互动一下好了,之前看过这个用PPT化一颗球的请扣一,没有看过的请扣二。 好了,我们的口号就是,能用PPT的地方,绝对不用AI,PS,3DMAX这些高级的软件,主要呢,是因为我不会。 所以如果你已经可以手电掌握和灵活运用这些高级软件呢,那您看看热闹就好了。 如果呢,你不太会用这些软件,又很想要快速地画出好看的示意图呢,那就跟我们一起用正确的方式打开PPT吧。 一个好的idea需要用一个美丽的示意图来呈现,直观又美丽的示意图可以让人一看就懂,或者不懂的也想多看几眼看,会不会看懂。 但是美丽是有代价的,出去找专业的机构画太贵了,自己画又张耳脑再不会画,其实PPT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画起图来省时省力又省钱。 为了照顾一下我们新来的观众,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用PPT画了哪些示意图吧,这是我们近两年来发文章用到的示意图,上一篇文章里讨论过了,这里我简单带过一下。 当然不光科研做图会用到PPT,生活中也很实用嘛,我们所有做视频的封面也全部都是用PPT画的,所以呢,走过路过,快去关注Lab Girls,老少皆宜,保证你关注之后不需此行。 好了,上一回我们说到如何用PPT画一个有立体感的球,以及做了一道与这个球有关的应用题,画了一个Nature Materials的示意图。 下一回每一根上的同学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回去先补课,这一回呢,退出。 所以我们依然从画一个圆开始,按住Shift,给它一个颜色,去掉轮廓,在三维格式中选择圆形的顶部轮台,宽度选时有高度,也再大一点好了。 底部轮台也是一样的,X轴旋转90度检查一下,有点扁。 哦,20吧。 适当地调整它的材质和光源,这里我选择金属效果,然后平衡光源,这样一个有立体感的球就画好了。 是不是一气呵成10秒,画不了吃亏,画不了上当。 这以上是一节复习课。 这一回我们的内容是如何画一个棒以及在三维空间内操纵一个棒,给这个球在三维格式上一个相同颜色的深度。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棒状,同时呢,如果你想要这个棒稍微顿一点,没有那么圆润,你可以通过调节顶部和底部轮台的高度。 比如说这里选17,这样就会稍微顿一点。 与此同时呢,如果你继续减少这个顶部和底部轮台的高度换成10,这样你几乎就得到了一个圆柱性。 对于球来说,它是无所谓角度的,我们来先画一个基底。 当你把球放到一个基底上,立体感仍然是立体感,但是对于一个棒状来说,简单的这样横着或者竖着放回这个平面。 效果就非常的不尽如人意。 所以这时候已经不够用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三维旋转。 比如这个垂直的棒状,复制到新的平面,进入到三维旋转角度。 这时候我们主要调节X轴旋转。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上面的垂直。 下面的这个垂直莫名就多了一些立体感和和谐感。 而平行的也是一样的,通过调节它的三维角度。 这会达到一个一种真正的躺平感。 真是小小的改动,大大的效果呢。 看完了如何画一个棒和在三维空间内操纵一个棒的话,我们可以来做一道应用题了。 这是一篇发表在ACS Omega上的示意图。 一样是别人发的,不是我,要尊重学术和版权。 我在下面标注了reference,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拜读。 这个示意图里刚好用到了三维空间内的金纳米棒,以及与基底的垂直关系。 那么就以它来为例子,来做一下练习。 这里你可以先按一下暂停键,自己构思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会如何画出这个示意图。 我先从前面复制刚刚画好的金纳米棒。 前面很有心机的先选了金色。 但是我选择先从基底画起。 前面有点想要过去。 每一期前的观点都喜欢过去。 一个困难。 前面有点想要过去。 前面有点想要过去。 这就是约米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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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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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点到线 然后再到面 一个镂空的集体层就画好了 所以使用PPT画图的要点就是 首先要有文字图像画的思维 要对自己表达的内容和重点 有清楚的构思 我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图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文字图像画的思维 一开始比较困难的话 不妨找一些已经有的文献 找一找自己想要的效果 进行再改造 然后通过不同元件的三维角度和光源 营造立体感 调节图层的先后顺序 打造出空间感 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可以适当引入一些素材 进行再创造 增加图的视觉效果 好啦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一期的内容 有给你一些帮助的话 还请你关注 订阅转发 点赞 支持评论我们 给更多的人看到这一期视频吧 另外关注微信公众号 LoveGirls 回复PPT 就可以直接带走这一期 和上一期的所有技巧 内容和素材 这两期都有 如果你对我们 还有别的文章的哪个图 还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里 带图私信Q我们 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那个图是怎么画的 那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